张柏芝在早年刚出道的时候一直走的是玉女路线 整个人长相十分精致并且有一股莫名的气质 当年清纯的感觉直接为他引到了一大批粉丝和热度 并且被别人当成女神一样的存在 曾经凭借柳飘飘这个角色火遍了大江南北 在那个时代好像没有人不认识张柏芝一样 足以见得他的知名度有多高 但是他的玉女形象一直持续到和陈冠希的恋情爆发 当张柏芝和陈冠希的感情被别人扒出来之后 张柏芝一度被别人诟病 并且有很多抗议的声音 这些事情一直持续到张柏芝和谢霆锋结婚才有所改变 大家对他的印象才慢慢变得好了起来 但谁知好景不长 张柏芝没过多长时间就与谢霆锋宣布离婚 这对于一个女明星来说无疑是质的打击 张柏芝和谢霆锋的前任王菲也一直被网友们所比较 在2004年的时候 谢霆锋和王菲被网友爆料出 两人已经复合了 而这段跨世纪的恋情一直备受关注 不少网友都在猜测两人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两人复合之后就很少同况了 而这段感情似乎也止步不前 两人现在一起出现的次数实在太少了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王菲和谢霆锋之间的感情了 不过面对网友的质疑 当事人谢霆锋和王菲两人并没有做过多少解释 而最近王菲经常和一名年轻男子出现在好友的聚会上 甚至两人的行为举止也是十分的亲密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两人是不是已经分手了 而谢霆锋似乎并不是很关心王菲在做什么 也没有怎么表态 但是由媒体爆料 谢霆锋在今年的时候在财产公正处 把自己价值上亿的财产都留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其实像谢霆锋这样做并没有什么 当父亲的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孩子也是很正常的 提起张柏芝和谢霆锋 想离大家都特别熟悉 这两人曾经是娱乐圈公认的金童玉女 他们的婚姻仿佛是天赐的一般 令人遗憾的是 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太久 最后还是走向了分离 作为娱乐圈中的红人 谢霆锋和张柏芝之间的感情 一直被媒体关注 早在2002年的时候 张柏芝在表演中发生意外 紧接着就被立刻送往医院抢救 谢霆锋知道消息后 第一时间赶去探望 两个月后 《风之恋》正式曝光 在和张柏芝相恋前 谢霆锋曾和王妃传过恋情 不过 在《风之恋》发生后 谢霆锋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与王妃性格不合 两人早已分手 2006年 谢霆锋在菲律宾的一座小岛上 向张柏芝求婚 当天的谢霆锋穿着白衬衫 手拿钻戒 单膝跪地 一旁的张柏芝感动得哭成了泪人 二人的婚礼 唯美又浪漫 同一年 张柏芝和谢霆锋结婚 婚后的两人感情浓烈 一度成为香港娱乐圈中 明星夫妻的楷模 有了大儿子谢震锋后 经常被媒体拍到 一家三口外出的照片 幸福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2008年 陈冠希事件发生了 很多女星都受到波及 包括张柏芝 所有人都觉得 谢霆锋和张柏芝的婚姻 走到了尽头 但是谢霆锋的做法 很难忍 不仅在第一时间 选择安慰张柏芝 还在大众面前 力停妻子 这两人的努力下 谢霆锋和张柏芝 最终度过了艰难时刻 还迎来了两人的 第二个儿子 谢震南 就在网友们认为 这件事已经翻篇时 2012年 张柏芝与谢霆锋 宣布离婚 六年婚姻 正式画上句号 关于离婚原因 两位当事人 都没有做出婚姻 只知道 两个儿子的抚养权 都归张柏芝所有 而谢霆锋和王菲 复合了 媒体经常拍到 谢霆锋和王菲 甜蜜出游 秀恩爱 据说 谢霆锋连儿子的生日 都没参加 反而和王菲 去日本过七夕 也因为这件事 谢霆锋被很多网友 议论纷纷 也有很多网友表示 谢霆锋不是个 称职的父亲 离婚的时候 没有争取孩子的 抚养权 离婚后 也没有经常看望儿子 离婚八年后 谢霆锋坦白 自己把孩子的 抚养权拱手 让给张柏芝 是有原因的 她在和张柏芝 结婚的时候 就约定过 不管将来两人 因为什么离婚 张柏芝 都可以带走 所有的子女 这一点 张柏芝也曾在 节目中提起过 由此可见 谢霆锋并不是 不想要儿子的抚养权 而是要信守承诺 对于离婚 不看望孩子 早前谢霆锋的工作室 曾经发过声明 称谢霆锋每月 都有给张柏芝 抚养费 私下也会带孩子们出去玩 生病也会与张柏芝 一同照顾 另外 谢霆锋也早就 为两个孩子 做了打算 有媒体爆料称 谢霆锋 早已将自己的 十亿身家 投入到了 他成立的基金中 而数亿人的名字 正是 他的两个儿子 这则消息爆出后 网友纷纷表示 之前错怪谢霆锋了 作为一名父亲 怎会不牵挂两个儿子 他将巨额财产留给孩子 足以证明他的父爱 至于私下与孩子的关系如何 外人无从得知 也没有理由妄下定论 其实 谢霆锋的爱字程度 丝毫不差于张柏芝 只是母爱在媒体下被放大了 而这份父爱 在背后不易被发现 但是有些网友就觉得 这样对王妃是非常不公平的 况且 现在王妃还是谢霆锋的现任女友 就把自己的资产 全部留给予前妻的孩子 对王妃实在不太重视 其实就算没有谢霆锋的资产 王妃靠着自己在歌坛的地位 也是不差钱的 但是谢霆锋这样做 无非是把王妃再往外面推 这不就有网友拍到 王妃和自己的女儿李嫣 一同出现在美容院里面 但在王妃和自己的女儿 做完头发出来之后 就出现了一男子 十分亲密地 把王妃的肩膀搭上 同时还把王妃女儿的手也拉上 这画面简直就是一家人 但是这照片被爆出来时 正是谢霆锋公正自己的财产之后 没有多久 难道这是两人在公正财产之后 两人就分手了 毕竟这个男子和王妃的行为举止 这么亲密 也是有些说不过去的 可能王妃嘴上不说什么 但是在自己的心里面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在乎的 在离婚之后 两个儿子判给了张柏芝 张柏芝自己很好地诠释了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这个定义 她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成了一个坚强独立的单妻妈妈 无论是工作还是休息 都时时刻刻把自己的孩子 带在身边 并且用自己的母爱 细心地教育着两个儿子 把两个儿子教得非常地有礼貌 和张柏芝的感情也很好 而张柏芝出道以来 她所经历的可以说是 能写一部小说了 从一开始的玉女形象 到后来形象破坏 到最后为母则刚 她是自己人生当中的坚强的女主 也是观众们眼中变化 很大的一个明星 在近几年来 我们发现张柏芝 整个人的气质 变得十分地成熟 并且有魅力 浑身散发的是 优雅女人的气质 如今张柏芝已经有了三胎 但是她没有告诉大家 三胎的父亲是谁 可以说张柏芝在前半生 是一壶烈酒 后半生却活成了一壶浓茶